嗨 大家好 我是布马 今天能为大家介绍电影《地狱亡灵七所》 太平洋的塞班岛多灾多难 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殖民 二战又被日军统治 如今它倒是风河日领 开发价值巨大 有一家公司正准备在岛上买地 宝琳娜就是受公司所托来这考察的 她的队友不少在闷等 用时在介绍 目前记住这个太乐就行 她是前男友 因为工作的言语不得不合作 一行人收拾其证去考察要买的地 据说那里是塞班原住民的诅咒之地 不许擅闯 但谁会在乎风界迷信呢 他们深入丛林找到一座二战日军地宝 这里深不见底 阴森森 或许别进去比较好 但宝琳娜不同意 毕竟不弄清地宝有什么 公司是不会买地的 进门前有位队友在门口捡到个女娃娃 好像有些年头好奇带到身上 地宝内部有电灯 但早坏了 刚进门是指挥室 墙角堆满罐头 证明有人在这生存很久 在网里有几具尸体 这倒很正常 但为什么有女人尸体 还穿着休闲裤呢 二战女人可都是穿裙子的呀 说来也巧 宝琳娜今天穿的也是休闲裤 在网里地上又有个老化的摄像机 这下可以确定 肯定有现代人进来了 大家正纳闷呢 手电招到个老头 他神志癫狂 扑向一位大胡子队友 命令他快跑 赶在关门之前 大胡子吓得猛一推 竟让老头撞墙挂了 注意队友们用摄像机记录下了 他和老头撕扯的过程 这是个大伏笔 话说大胡子正为杀人害怕了 地堡又忽然摇晃 像是地震 一股刺耳声波紧碎而来 让人头疼于脸 等人们醒来 不知为什么电灯全都恢复 更离谱的是 老头的尸体居然消失了 有人猜他没死溜浪 但离奇的是 其他尸体也消失了 还有刚才空空如也的储藏室 不知为何又堆满了物资 管他呢 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可来时的大门 居然被紧紧锁死了 几人轮流上阵也打不开 本来刚才手机还有信号 现在信号也中断 没法求救了 大家冷静想想 这是地堡 一定有另一个出口 不然敌人炸毁入口 地堡的人不就被困死了吗 大家四散开 各自寻找出口 没想到别的没找着 找到了一个二战日本军官 他神神叨叨 吓得大家精神紧绷 泰勒用散装日语求饶 军官仍然魔争 大家只好反杀掉他 他身上包了三件重要装备 一次是日记手枪 还有个男娃娃 跟之前那个女娃娃是一对的 大家分别捡走 以后用得上 他们扔下军官尸体 继续找地堡出口 又意外找到一台无线电 他仍然好用 但收到的竟是 二战日军的洗脑广播 难道说他们穿越到了 二战时期吗 不会吧 大家带上疑问 接着找出口 还真在地堡尽头 找到了个小洞 这是人为挖出来的 通往一个古代墓穴 人们钻进深处 又发现了 塞班原著名的壁画 和文字 大致说 古代有个酋长 他有一对娃娃 合在一起是祝福 分开是诅咒 1670年 西班牙殖民这里 有个官员无恶不作 当地原住民 就给那个西班牙官员 立下诅咒 让他永远不能死 却又永远不能逃出墓穴 具体方法就是 分开这对娃娃 男娃娃埋在墓穴里 女娃娃在墓穴外 所以后来主角们 才在门口捡到女娃娃 故事这才说完一半 另一半在日本军官的日记里 转眼大约三百年过去 日军又占领了塞班岛 并造出这座地堡 他们施工时 挖的墓穴 正好遇到那个 不死的西班牙官员 被吓一大条 一同胡乱攻击之后 竟然真把他杀了 说好的永远不死呢 其实这是因为 被诅咒者不能自杀 但可以被杀 谁杀他 诅咒就会转移到谁身上 如果是一群人杀他 那这群人就得自相残杀 剩下最后一个人承受诅咒 现在这群日军 就受到了诅咒 一阵天塌地线 阴波刺耳后 他们发现地堡大门紧闭 几个人也敲不开 士兵们一个个发疯 互相残杀 军官只好杀光他们 并用日记记下一切 他在最绝望时也想自杀 可竟然获得超强自欲能力 死也死不成 这意味着 他又被永远困在这片地狱里 承受无尽者 不久前呢 主角们来到这儿 杀掉日本军官 就让他的诅咒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因为他们是一群人 所以按照惯例 他们也要发疯厮杀 最后一个人会受到永生折磨 不过以上都是我 以上帝视角树立出来的 主角们知道的 没有这么全面 他们通过各种线索 直领无出 全队只能活一人 却不知道 最后一人要受无尽折磨 还以为活下来是好事呢 这就给他们的内乱 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 诅咒也让他们 接连产生幻觉 加深了隔阂 比如宝琳娜和泰勒 共同患难 刚重建感情 泰勒就看见 大胡子蹲过来 对宝琳娜乌言慧语 伸手乱谋 泰勒大怒 一时想杀大胡子 可另外两个人 都满领惊恐 因为大胡子 其实什么都没说 也没做 泰勒只是幻觉 他如梦初醒 急忙盗窃 可惜像泰勒这样 理智的人终究是少数 其他人还是开始 发疯互相杀戮 大胡子倒霉疯 但他是那种 理智的残忍 他认为既然 其他人会发疯杀自己 那自己就先下手为强 于是四处杀人 宝琳娜在躲避追杀时 遇到另一个队友 正好他自己手上有女娃娃 那个队友有男娃娃 拼在一起 就能解除诅咒了 唯一的问题是 这位队友有点疯 宝琳娜正寻寻善用 眼看就要劝说成功 可大胡子突然 给这队友来了一下子 这位队友气坏了 把娃娃切碎 谁也别想解除诅咒 大胡子也不在乎 先杀掉这位队友 又去追杀宝琳娜 这时全队只剩三人 分别是 宝琳娜 泰勒和大胡子 宝琳娜和泰勒团结一致 捡起军官手枪 占了大优势 他本想直接杀大胡子 但刚打伤 泰勒就出面阻止 至于原因呢 你们还记得主角们 刚进地宝时 曾用摄像机 录下很多画面吗 泰勒翻看某一段录像之后 就明白了 所有人确实只能活一个 但那个人要永受煎熬 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这个地方本篇卖关子 故意不让我们知道 泰勒看的是哪一段录像 但一会儿就揭晓了 总之 那女主角明白真相之后 大受震惊 决定一起复死 他们互道中长 泰勒首先杀掉宝琳娜 然后自杀 大胡子本以为自己必死 没想到这俩人竟先后自杀 太蠢了吧 他仰天大笑 泰勒呢也苦笑 但笑以哭还难看 他说 你还不知道真相吧 活的人才最惨 不信看看周围景象 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你还要在这座地宝里 竟要70年 数完掖了气 泰勒刚死 大胡子就感觉体内有股神秘力量 伤势随即痊愈 他还以为 东方的神秘力量祝福了自己 但仔细一想 确实不对劲 于是呢 翻看泰勒的摄像机 里面是大家刚进地宝 大胡子跟诡异老头撕扯的画面 他仔细一看 老头左臂也有个纹身 跟自己左臂的纹身一模一样 他细思极恐 呼吸急促 地宝灯光随之熄灭 黑暗中只传来他绝望的喊叫声 故事落幕了 所以泰勒自杀到底赢了什么 大胡子又怎么输了呢 其实泰勒看过录像之后 意识到地宝里还有另一种诡异现象 时空穿越 他们刚进地宝杀死诡异老头后 那阵天塌地线就代表时空变换 黑暗散去之后 他们集体穿越回70年前 所以电灯恢复 尸体消失 不计堆满 无线电也恢复工作 还播放二战时期的广播 后来泰勒看录像 发现被杀的那个诡异老头 就是70年后的大胡子 于是明白了 原来这的时空循环 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而且是个闭环 大胡子杀老头 导致所有人穿越到70年前 互相攻击 他们厮杀结束之后 又只剩大胡子 生不如死 独自活70年变成老头 结果他又被年轻的自己杀死 开启新循环 无穷无尽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 勇士不得超生吧 说到这儿呢 前面的几个悬疑就都能解释了 一 开篇老头为什么扑向大胡子 命令他赶在关门前快跑 因为他已经被困70年 想让年轻的自己打破宿命 可惜啊 年轻的自己不听 第二 地宝里的女生是谁呢 显然就是穿越到过去的宝琳娜 他旁边依靠的男士 就是泰勒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娃Fans 咱们下期再见